今日我与沈先生大婚 有些新发誓 沈家有两位先生 你想叫老的 快去笑 沈凌飞 别发疯 沈凌飞 被你自重 我自重 你这个勾引账堂一笔 叫我死 沈凌飞 你这么做 是因妄不了了吗 你耍自我多情 既如此 沈二爷该尊称我一声唐嫂 别再纠缠就是了 纠缠 徐罗伟 你别忘了 这一切都是谁先开始的 当年我年少无知 我到前 少无知 好 那我倒想听听 现在都知道了些什么 知道你兄长比你年纪大 比你会疼人 最重要的是 比你有情 会疼人 要是我哥知道你之前什么禁忧 还会疼你吗 你干什么 我可是你的嫂嫂 嫂嫂 我堂弟是过叫的嫂嫂 是乱中气的嫂嫂 是 你认不认我 我都只会是你的嫂嫂 放开 沈先生还在等我 要是我哥进了 那我们两个人在拥吻你 你说你还能成功加入沈家 我们的事如果传出去 沈家沦为笑柄 编长洋行的股份你还怎么争 是的 你说的对 我 你觉得我会在意 沈家沈 先生 沈家沈 好了吗 都好了 宾客都等不及了 想要见新娘子了 嗯我们走吧 许小姐 你怎么了 许小姐 您的裙摆勾住窗帘了吗 啊 我太紧张了 沈先生 不小心踩到我裙摆 你是我沈家的太太 青城所有的太太和小姐都得对过低倍 别紧张啊 嗯好 我们走吧 许小姐 您的手怎么红了呀 啊 新买了一个雪花糕 本来是够你了 去给太太取一副传辞的手套 嗯 看 嗯 决激 恭喜五岁 恭喜沈先生 英雄配美人呐 是啊 沈太太 倾国倾城 良援呐 我可是听说了 沈泰泰是美国不明大学毕业 年纪精精辨识教授 人送外号一科胜手 诸位 谬赞了 也感谢诸位 能大驾光临我沈府 参加我沈某人的婚礼 在此 多谢诸位 诸位随意 随意 你不想进我婚的房间 跟你有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的话 你得拔反送二公斤 你是说 你不想进 为什么 我可是沈先生明为证据的夫人 把你关房间 也是怕你怪我好事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从杨红的楼顶上爬了出来 心心摔断了我的腿 我好不容易爬进了大厅 但是你挽着我哥的手 许某你 你现在如愿嫁了 怎么到现在是永远 还是说 你害怕我跟奶子足不了 让我来 我保证让你说 你别以为你顶着沈夫人的名字 就可以当我的嫂子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人尽可负的臭表子 沈丽辉 说什么呢 跪下 向你嫂子陪队 我也不跪 嫂子 我只认你的王妻 那个拉扯给我长大的可怜女人才受到的堂子 混账 我都已经会有下是吧 你们去报道贵 他居然真的爬楼摔了腿 先生自弃 亲兄弟这些能动真格 你退下 要离开任何错就好 今儿晚上就给我跪在这 小梦林陪电 我先送给你吃饭 谁 谁呀 阿姨 老爷曾经过来的女生 先去张一道 滚 徐某员 干什么 我说 你放 那是不是我放开 哪就来了 你不接在做什么 我不做 去看看 你 你干什么 要是被人看了 你都在死 好啊 要死一起死 吹松子殉情 你想死别带上我 这个疯子 我疯已经被你所赐 看着我 看着我 要不敢的进 谁给你的胆子 该这么跟我说话 你怎么不用这么一点 看 我被怕我的命人是你 没想到 庞丹沈二爷今天这么痴情 什么意思 我说 我说 当年的事 我只是老二 你 只是我嫁给你哥的一颗垫脚石 听明白了吗 你是贱人 哥 我看见徐梦云在你的房间里 我看见徐梦云在你的房间里 什么呢 韩秉叔 你得胡说些什么 是不是胡说 检查一下屋子就知道了 你是什么东西 你敢搜我的房子 先生 我看的没错 就是徐梦云 他肯定还在这个屋子里藏着 找 韩秉 你敢给我扣这样的帽子 你想好了吗 我终于先生 看见了 就不能置之不理 万一哪天传出去了 天日的面子往哪儿搁 你找 哥 这么慌疼的话你就信 你 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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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 不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 让他走会儿 你和孟琳 什么时候好事 二爷您就认了吧 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 你敢投赛 先生 我明明看见 他人闭嘴 我真的看见他的 徐梦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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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的 嗨苏妍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是谁 害你来调和我和我哥这种关系 是不是我平常才给你脸 你再敢这么胡说八道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行了 都给我闭上嘴 这件事 谁都不许传出去 尤其是某营那边 还不走 最近 先生 您看这幺情 只有许孟云云那边有 韩秘书 你扣帽 扣上眼的是吧 你想死 我成全你 混这东西 这药瓶 只有许孟云的医院有 沈先生 原来您在这 沈先生 我刚才去您房间找您 您不在 李梦云 这要是你的吧 扫扫山页风药 在小叔子房间走起 他秘书 你在胡说什么 你是京城医院的医生 这药不是你的还能是谁 我是医生 开出去的药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 家里有我们医院的药 奇怪吗 你明明就想趁送药 蹦你二爷 我没有 嗨苏叶 你发什么好 这药是我自己去药箱里拿的 我说你今天还有完没完 这药明明是 沈先生 我先送您回去吧 治疗时天到的 狗屁医生 这个病还要挑递一段 混账东西 说的全部回话 先生 你看 这梦咱们鞋上有白灰 他刚刚是白灯跑走的 他秘书 我是得罪过你吗 怎么鞋子上色化白灰 都能让您怀疑我跟二爷悠染啊 是不是拍咬 查查窗户上有没有鞋印 不就知道了 先生以为如何 叫人检查窗户 先生 您不是信我 如果检查出来没有鞋印 我自然会让韩秘书给你道歉 哎 我还以为啊 哥 你多宝贝许医生 这没想到愿意挑拨 我自然是不信 这样做也是为了还你们个清白 快来人 来人呢 都检查仔细点 看看窗台上有没有鞋印 看什么看 还不错 是 陈先生 无论您如何怀疑我 这治疗还是要做的 一天都不能浪费 那就在这吃了 报告 好的呀 公公爷爷 窗台外边呢 出去检查一下看看 韩秘书 别人随便在外面添一条 都能栽造到我头上 我到底怎么折罪你 你要这样害我 废话少说 他客气 是 如果今天没有查出什么 那这韩秘书的命 是不是交由我来处置 二爷 我只想明和先生 早日认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别被他玩弄 我看你是早有意思 你敢载我哥的猴子 汉瑶 你到底是什么巨星 沈家国 我本想多留你几个 可你尚看这种 我也不借一命换一命 你怎么了 你说呢 腿是怎么伤的 我哥真是贵人多忘事 青城上会暴动 要不是我连夜派人去镇压 你怕我心在这里乱抓奸 你以为人都像你一样 狗三打死不知廉耻 你混着 胡说什么 胡说 胡说 我胡说 你能不能胡说 我跟你小老婆有力的 还不能让我说点真心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哥 你是不是忘了 我唐扫是怎么死的 忘了 我这个做弟弟的没忘了 他怀着他肚子 顶着雷雨天 看着你个打上孩子 头拍勾的 你失了病了 现在你有了小老婆 看着我这个被糟糠日期收养 拉扯他的堂地不顺眼了是吧 好啊 帮我瞎了 瞎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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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啊 先生先生 先生 二少爷 你怎么说呀兄弟们 检查怎么样 有没有体验 下海洋我不知道应该有还是没有 韩秘书 您今晚这样做 是非要看到我跟二爷死在沈先生手上才肯大羞是吗 沈先生 您不如直接杀了我吧 您无子 二爷是您指定的继承人 若是杀了 那些虎视眈眈的沈家庞氏却更加没了忌惮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啊 哈哈 走 给他看看腿 啊 我刚才可为了帮你 这条伤腿 一往都能转一下 你说这以后要是残面 咋办 那就坐轮椅 沈一刚 好狠 好狠 你家进写的家 是不是有什么难的病 谁要自己注意点伤势 不要让沈先生门座 他心里比谁都在意二爷 你别假惊惊的了 就算你这样 我也不会感激你的 啊 那我要明信 你要是不陪我吧 就一起死 我这么怕 啊 沈先生 你还没回去休息 又干什么 他秘书 还不给孟莹道歉 许小姐 今晚是我误会了 他秘书 我自己嫁给了沈先生 你应当尊称我一声 是太太 是太太 请原谅 我接受你的道歉 他秘书 我出来乍到 如果有得罪你的命 你一定要先跟我说 没有 太太多虑了 要不是我看你服侍我哥 这么多年的份上 早就一脚踹死 对不起 二爷 今晚是夜黑我看错了 怎么 天黑就看错了 好啊 那有一天 我也天黑看错了 不小心 你抢抢抢抢抢 二爷饶命 够了 先生 此事到此为止 夜深了 都散了吧 你也滚 先生 先生 想否给我脚踢了 皮科胜壮 我看不顾了 哎学上 该不会就是个骗子 混账 你就不能闭上嘴吧 先生 别动 这样对身体恢复不好 离婚 我知道你一时半会无法接受我 我能理解 但是别再质疑我对沈先生的感情 我爱沈先生 我相信沈先生也是一样的 爱 你真是个笑 你 老爷 咱们走 老爷 委屈你了 没事 我相信你只有明天立会会接受我 这个想象 腿好些了吗 换好你自己的腿吧 养好你的腿 我们沈家可不需要再多个缺腿的二爷 我知道你不缺件班人 这姨娘一个接一个的取得 明年指定您报答好想 立会 你胸长是在关心你 你别给我摆成师长这个字 我心谁呢 立会 我不管你喜不喜痛 但是你胸长 但是你胸长很在意 我不能这样伤她的心 我跟我哥说 你插什么 你闹够了没有 这个家没人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我 你确定吗 我扫死了之后 你忏悔过内疚过吗 现在更是娶了一个能当一女儿的人 回家给我碍言 你再敢多说一句你给我试试 立会 你就少说一句吧 孟元 你装什么样 我还不照呢 我说一句你就劝一句 你就装模作样的姿态 肯定是不够纯轻 闭嘴 没事的吧 嫂子 我说的不对嘛 你不会了 只要我一天是你的长嫂 我就会告诉你 什么事该做 什么不该 许一生年纪不大 却想到别人的长嫂 你这个屁好 这在遇到我哥之前就有了 大家的混账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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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滚 下文不信 你真是下文不信 你说 我怎么就认这个小子当继承人 太爷年少其胜 认不清些事情很正常 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对他的苦心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 好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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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去把门鬼 对了先生 您让我准备的礼物 我还没给太太呢 这事就忘了 走 我回去 慢点 等一会有场戏啊 戏 先生 这好像是二爷的声音 二爷和太太在婚里做什么呢 别出声音 送我过去 嗯 哥 你怎么了 先生 是有什么东西没拿吗 先生 谢谢 你们这是在干嘛 二爷这是要换药 行了 别装了 自己呢 一会有场戏啊 戏 二爷体虚属下 特带属下来找太太治疗多年的旧伤 莫衣是有名的一颗圣神 你找他看 那就对了 二爷手下先出去的 兄长 怎么了 看你这个架势 又是来抓奸的 先生 先生 您还是不相信我 这句话 胡说什么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新婚礼物 想亲手交给你 礼物 还真当自己遇到真爱了 打开看 谢谢先生厚爱 怎么不喜欢 喜欢的 只是我是医生 手上戴不了饰品 还是这么大一个金手串 平常时候也戴不出去的 怪我啊 输货 这样 回头我亲自为你虚挑 喜欢什么咱们买什么好不好 只要是先生送的 我都喜欢 你是我沈家国的夫人 你就该戴最贵最好的首饰 你没事干嘛 商务今天老东西不是在找你 李辉 你什么时候管到你哥我的头上了 谁爱管你 先生 太太他勾引阿姨 这是什么 先生 我看见太太故意往阿姨身上撞耳子 阿姨拒绝了他好几次 今天早上太太还让我给阿姨第一次 小慧 你在胡说什么 有完没完了 是不是只要我跟你的小老婆 待在同一个空间 这会被别人胡乱哭吗 小慧 对 饭能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小慧承蒙先生则在府中多年 实在看不得太太将您和阿姨玩弄于鼓掌 日后去兄弟送钱去 太太 您胃口 未免也太大了吧 先生对您这么好 您怎么做出这种 有被人伦的事啊 我没有 你有 我还看见你抱着阿姨托他衣上 你 真是太有趣了 我是失忆了 怎么你这个小贱人说的话 表达 阿姨你没有替太太看出 有没有事情你心里清楚 太太说一遍 先生 我有太太勾引阿姨的证据 什么证据 先生 小慧他在无珠生有 小慧为什么不污蔑我和二爷 非要污蔑你 先生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韩秘书 我没完了是吧 二爷 您已经被蒙骗多时了 该刑警了 都闭嘴 证据在哪儿 来哪儿 把这贱人光绑了 是谁 是让你陷害太太的 真真让我没有盼我 你哭什么 怎么 本人不想跟我友谊腿 那个小子你这么委屈混账 你脑子里除了和我作对 就没点诚实吗 说什么蠢话 你到底是谁蠢 一人在大人三地听见这些鬼话 您不想丢人 我还要脸呢 你 你 先生 先生 我莫要生气 说 我到底是谁这是 先生 我没有盼我 四爱太太写了这信 叫我放到阿姨房间引她过去 我吃死活的东西 拖下去 埋了 阿秘书 你想知道为什么 先生没有上当了 太太 您说我做什么 我刚才也是被那丫头骗了 既然先生已经处决了那丫头 就是信任太太的 阿秘书 我知你服侍先生多年 对我的出现不会有微词 但是寻常小打小闹便拔了 尽力这样吃 还是不要再做 太太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阿秘书 看来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 但是先生是知道的 我是左撇 是端然写不出右撇子才能写出的自己 没错 孟云的自己 有很强的个人风格 她的自己偏向于西洋 所以这上面的自己是违造的 你个贱人 我给你很久了 二人饶命 先生 先生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渭 把姜收起 哥 这一看就是韩素季这个贱人 设计的局 想挑拨我们直接的关系 你居然还护着他 行哪 这件事只是那丫头被主而言 先生做的事 他弄着干嘛 他都把我扶回去 先生 这次的事就这么算了 但是要让我再知道了 你还敢搞这种事情 亲手再给你 先生 我没有 闭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想当善家的太太 所以迁怒孟云 认为她抢了你的位置 先生 我是嫉妒太太 可能是因为我爱你 可是今日之事 我真的没有 所以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我会给你个鱼鸟的位置 但太太 你就别笑了 只有孟云这种 国外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才配得起我身价 我爱你 明白吗 她 她 实际上 他 小慧被停了紧 你 等等 我怎么从没见过你对我这样 你闹口 能不能滚出去 蚩毛源 霍盒拆桥就是你的本性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赶紧从我房间滚出去 听不懂 这个房间已经没有人 你不要再装了 滚出去 我同你没什么可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要不是我插掉韩苏云的轨迹 了解你的自己 要不是我过来陪你演这场戏 能这么轻易的 输掉韩苏云 安插在你身边的演戏 好 现在你转危为安了 你不但不感救 要赶我走 许莫源 你就是这么对待一个恩人的吗 是你 如果不是你在无端纠缠 还没怎么可能查去 如果你能不再纠缠了 你都能好过瘾 纠缠 很纠缠 许莫源 你别忘了 是谁先利用我拍照我哥的 以前的问题先开始 这个狠心的人 对 你就是利用我 你既然知道 他与你越界纠缠 犯贱吗 许莫源 你这个贱女 你真是太贱了 给我出去 要不然疯到别处 我 只有你 别再靠近 看着你就让我觉得 这个狠心 我真的很好奇 你这张闻过我的嘴 说不会爱我一辈子的嘴 怎么能说出这么病了 伤我的心可以让你得到快乐是吗 是利婚 那人想伤你的心 是你自己困在过去 是 是啊 是没再过去 所以决定跨起我那边开始 我就出不来了 既然我们终于要保持在一起 那我们就纠缠了一辈子 并没有共事二分 疯了 你这个疯子 我就是要在你身上发疯 沈女婚 你别忘了 我现在是你名上的唐嫂 闭嘴 记 我嫂子当上演员 你是不是还想给我哥生的儿子来巩固地位 好 我见你几个钟 是那坏 如果再纠缠 破坏我的心 我就 好 可以 伸手不错 是你逼我的 活该 冒云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一直就在受伤 你什么时候都对我好一点 滚出去 你之前 从来没有表演出你惠武术 你为什么赢 惠武有什么奇怪吗 你叫我沈家 到底有什么目的 沈家是清城第一名门 沈先生威名厚厚 跟着他 能拥有想不尽的容颁 他的权力地位 也能让所有人向我低眉 我情不知 你这么虚弄 若是早早让你知道 我还怎么利用你 当我怕 借你 现在是毫无负罪感是吧 负罪感 真是什么东西 哈哈 沈黎夫人 我们已经分手 麻烦你认清楚这个现实 我不认 刺激我 不认就自己消化 别让我拿过去的事 在我面前恶心 恶心 你觉得我们的过去恶心 没错 你还要让我再说几遍 你咬我 你自找 你再不跟我就 怎么样 杀了我 还是打了我 你适合我 在我 你跟路边的阿妈阿狗没什么趣 是吗 你在我身上已经留下了印记了 你说 这个印记要是被我割开 你还能如你的心愿加入沈家 当你的沈太太享受楼花福贵 沈黎昏 沈黎昏 你能不能正常点 都要有个限度 你会有关系我疯不疯吗 我只是希望你 我对我好一点 一点就够了 不要像现在这样对我 你还记得吗 明明我们之前那么心爱 沈黎 你是沈家阿姨 星辰那么多名冤贵你共女票选 不要做出这副不值钱的样子 不要脸上勾搭自己的唐嫂 我说过了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我也没有爱过你 贱 你以为你是什么小伙伴 你在我哥眼 就跟大上海那些女人没有任何区别 你只不过是什么当高女 成功嫁了自己的爸 你以为 你能有几天的新鲜感 我不管沈先生把我当成沈黎 只要我爱她 就够 你就那么爱她 你说话 为什么不理我 不是 我非常讨厌你 别再爱她 没想到我谁这么会 就要爱过你这样的女人 出去 这张是我们去做一宫时的合照 你怎么会我们的照片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关心 我哪这样都不要干事 只要我不承认 谁又能证明这照片的名书 天下相似的人何起 爱 许医生说这话 自己信 你想怎样 原来你这么害怕 没关系 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既然你把我疼痛 我也不会让你承认 仅凭一张照片 沈先生是不会死 你说要是一群人都看了这张照片 也不信 我把这张照片交给报社了 明天的新闻就是 沈先生的新婚妻子 就是庞弟的前女友 这个消息 马上就会传遍街头巷宇 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到时候 我哥是会顾起他的面子 还是相信你对他的忠诚 真是 切磋子 堂堂沈二爷 会做出最主商敌一间 自损八百的蠢事 你都说我是疯了 有什么事是我做出 你若是这样做 会损伤你跟沈先生的兄弟感情 你还是好好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那时候我哥是会一枪崩了我 还是把你赶出沈家 你应该再清楚不过 还给我 徐莫远 你未免对自己的射手太过自信了 自信了 我好 好 我都瞧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怎样 我想你来玩个游戏 游戏结束后 我们的恩怨 一批高枪 什么游戏 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 我给他取了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名字 我叫疯了 我叫疯了 什么意思 游戏规则就是 只要我和我哥同时在动 我就要当着他的面 跟我 你果然疯了 所以呢 我不 你看我像是疯了的人吗 阿姨 和记者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你约记者做什么 你说呢 沈丽辉 我劝你三思 谢谢 我答应 我陪你 好 真是 但是 千万别忘了我洗龟子 不然我可是会拿过我 二爷别自己玩火自焚就好 去哪 上班 许莫远 既然你选择背叛 就要承担后果 沈家国没有怀疑你吧 本来没有怀疑 他那个秘书看到沈丽辉纠缠 不过被我整天衣服过去了 沈家国残暴多疑 你彻底打消他的怀疑才行 因为横生之间 我明白 我也没想到 沈丽辉竟然那么难拜托 孟宁 我们这样的人注定黑夜不醒 光明 不输一 我从没忘记我们身上肩负着什么 谁也不能妨碍着复仇 今天晚上怎么这么晚 今天越忙 我看手术晚了点 你们吃饭了吗 这沈大医生没回家 有妻敢拍饭 你怪我 应该提前打个电话 让你们先吃饭 都是与家人 有好人有死 有好人 行 有好人 利慧 唐嫂 唐嫂爹辛苦了 这帮子 给我看起来也配不上你沈丽辉的身份 没打没小 你废话气死我不行 怎么了 那个包我看着很多摄影 丢了酒丢了 我说哥你也是 按照沈丽辉的喜好 你可得给他买些香精蛋酸的才对 他不就是喜欢这种满身头臭的东西 利慧 你师父太不尊重人了 尊重 可是 你 好好好 别介意 我呀 就是想跟嫂子能够游戏 不行了 混账 咱们给孟雲道歉 先生 没事 不会放了一些吗 我沈家阁的 可不是可以认人气 不会 我真刚才都想过我了 先生和二爷别吵 他在夹的中间 可没难呢 闭嘴 你要是不把包边都捡起来 鞭唱银行的东西 一分钱都没得了 好 好 我们俩一起来吧 跟谁伤病准备金包 我觉得有金包 在博士里能够什么 你如果想要我把你烘出去就给我闭上嘴 我只不过吗 想一想玩个游戏 别生气 玩不死都玩不死 闭亏 嗯 你身为沈家老师 这不是小玩意 无聊的游戏 还是小玩意 好 我不好 这游戏嘛 别看别人玩错地方 吃个神医生 你打我 李慧 你千万别多想 我是看你脸上啪这个虫子 你看 虫子可毒了 被咬上一口 马上就变猪头了 哈哈哈哈 别乱这个小虫子呀 太安不得 别让夏日好好收拾一下内幕 看他的二爷可真关心 你脸上有这么个虫子都知道 嗯 你完全可以提醒我了 不行 这虫子牙尖嘴里 我怕他先下手咬你一口就跑了 所以我得先打死他 把虫子赶跑 跑了 别一副委屈爸爸的样 堂当沈家的二爷 虫子都爬脸上了 小话 不是兄长被打一巴掌 当人在那说风凉话 笑 这虫子又没到我脸上 便是我爱了这一巴掌 那我也是心甘情愿 先生 够 许莫言 你就是故意的是吗 你可真是冤枉了 这虫子就在这呢 立辉难道要因为这件事跟嫂子生气吗 那你刚开始一进来 就跟嫂子没打出招呼就玩游戏 我也没有生气啊 行 许莫言 你给我打招 真的很抱歉 我下次一定提前打招 吓死 你还想有下次 好了 你嫂子也是为你好 常常一个大男人 还受不了这一巴掌 难道你非顶个猪头出去见人啊 你看不出来这个女人在演戏吗 对不起 立辉 我没想到 我无心的举动竟然让你这么生气 不 如果实在气不够 你就打回来吧 打回来 你觉得我沈碧会是那种会打女人的人吗 嗯 别叹 敢 够了 你们两个别特别叫你这兄弟爱 他人恶心混账东西 我们自己的夫人爱爱着你什么事呢 看不惯滚出去 真的 莫要动手 你去伤着兄弟情分了 好 许莫言 你给我等着 你在问谁呢 当我死了吗 给我滚 现在就滚 你 你要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针对李慧的意思 嗯 你是什么人 我还能不清楚吗 就是李慧这孩子呀 对我王妻的感情很深 一时半会接受不了你 你还是多担待你啊 嗯 李慧这孩子重感情 你选他当自成人 是很明智的行 哈哈哈哈 之我者 孟云涅 嗯 我还是先给李慧煮个鸡蛋吧 刚才下手有点重 好 你有这份心就是好的 相信这臭小子早晚接受你 鸡蛋就要下人去 嗯 我去分数 这 崔摩元 你敢不尊重解什么意思吗 二爷吃饭了 李宽 你还好吗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我脸色不好 是败谁所赐 我愿意愿意 实在抱歉 不会多怪我 你真的关心我疼 嗯 你也挨个嘴 试试我再来问你疼不疼 来文宴吃饭啊 嗯 谢谢先生 你也多吃点 这个对身体恢复 这饭就摆在面前 你们俩人还家来家去 真当别人不会吐 你能不能闭上嘴 二爷 先生和太太恩爱 做小辈子应该祝福 这哪有你吃好饭 李宽 我吃点 少生气 来人 再给二爷上一副筷子 你家做小辣子 但是我没可能 你不把老师都用风格 那我吃下去了 我们让你看看 然后 你现在就在那里面 我喜欢我的走 想要我的 非常好 是 你 先生還是我來吧 哎你幹什麼你 我不是你 我給你擦擦 起看 去我吃衣服啊 徐莫願你故意的是吧 這雞蛋湯太燙熟了 你沒拿錯 你給我走著 我把你拿來 都怪我 好心搭壞手 那小子活該 別理他 我想要跟立重反解一下關係 你想到 我看不驚人 您今天整了二爺兩次 側換做別人 早就被他拉出去田井了 韩秘书想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呀 这样心软的二爷 从未见过 若只因为小巷无心之过 便罔顾亲情 那和暴徒有什么区别 韩秘书 你对二爷是不是有什么偏见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沈家国的继承人 只有我能欺辱 我看谁敢对他不敬 先生 是我失言了 韩秘书 我们可以一起服侍先生 也不是毕老师把我当做对手 太太说的是 是我下案了 还是孟云最懂事了 先生 我还是去拿点汤商 要去看看你会吧 我说那汤是温的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那小子呀 养肩足处的 我怕你过节 再说回去 没事 我把管家一起喊去 先生不必担心 看见了吗 孟云还是建议二爷对他的态度恶忍 先生何出此言呢 您不也相信太太是无心之师吗 我无信 你仍然上我三分性 孟云虽然性子软弱 但也不是委屈求全之人 他聪明 出手也高 不至于让二爷难堪 也让我难受 这小小的整治 无法了 还是先生看得透 是我目光短浅了 我沈家国的女人 就是这个优小 聪明 为人做事进退步 这方面 你得好好和太太学学 先生说的是 不过今天孟云整支二爷 倒是说明了一件事 什么呢 他们二人彼此讨厌 又何来奸弃你 先生说的是 谁啊 孟云 我看一下给你痛药 进来 我不许故意 你干什么 李辉 你在找什么 是掉了什么东西吗 许医生 你可真行啊 李辉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出去 都给我出去 出不去啊 孟云 快坐 嗯 先生 治疗时间长 是先让韩秘书 先回房休息 我来伺候您就行 好 你八天要上班 我还是要他要陪我治 发动的事 他用该死 谢谢先生提取 那就麻烦韩秘书 再起心思完后了 这是我份内之事 好了 先生 您起来试试 好 我 管用 真管用啊 恭喜先生 恭喜先生 孟云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哪 好 是我 做你这样的力气 还想伤到吗 我没想到 沈一身收头不错 刚才我得换把锁 你不如把这窗户也换 出去 你说你能不能换一个新鲜的藏 出去 风子 还有点心心 滚出去 徐玉山这么闭闺我 是害怕自己不在这岸上的 沈那一块 你怎么不说我是讨厌你 你别这么自以为是 我今天搞什么都是 就是为了透过重要 是啊 拿出来 你不是去那个下午道找的 你意义不大 因为 你已经招成灰了 徐梦渊 这个卑鄙无耻的女 是谁先用照片威修 让我玩够游戏打 你难道才发现我人品 我劝你不要再用这种充满爱 愤怒的女生看着 你别再想着玩什么的暴徒游戏 我也不会在这 我跟你这些 要么是莫生 要么是疏散关系 听懂了吗 我刚被汤烫的 都红了 你看 受伤了就去医院 可是我们家里不是有医生吗 你就帮我看看 真的很痛 这被你伤过的心还要痛 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医院 现在是下班时间 如果你要看病 请明天提早去医院排号 现在 可以出去了吗 这就是沈医生的做人准子 我都要痛死 你要见死不救 痛死你最好 这样就没有人来纠缠我了 这是什么 我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手心 我表面的东西 梦文 当天我踏扫死后 我没有办法原谅我归 我去执生义人 称呼愤愤去了国外 你还记得吗 我们在最清贫的时候 想 你说你很想要一个保鲤 排着修针 上面刻上我们两个名字 说这样可以在一起一辈子 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攒钱 再钱买给你 现在是 想要玩的那点 那是你收下课吗 保鲤 一个不知名的杂宝 一毛钱都不值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放弃沈先生送的黄金 选择你的破胸针 这个贱 想说话不贵是吧 我天不认为如愿 你干什么放手 当时去跟我哥摊牌了 我说我看着 要跟他共享嫂子 自家 你疯了吗 疯了吗 想死别拖上我 进去 进来 伯爷 你看啊 哈哈哈哈 哎 什么不错 什么不错 你知不知道 我很久没这么轻松过了 先生微不神速实在是神奇 这都是你的功能 梦云不敢聚工 都是先生体质强健 好 这才是我的好夫人 你说 你想要什么 尽管听 我都给你 只要能待在先生身边 得到您的庇佑 便是梦云最想要 嗯 什么声音 啊 先生 您听到什么声音了 你刚才听到什么声音了 先生 你这下梦云 你这衣柜门怎么没挂 啊 啊 先生腿刚好 还是小心心 放心 哎 先生的记忆好了 可可陪梦云夫妻赏乐啊 赏乐 好啊 那您稍等 我去拿点大衣 嗯 赏月 这儿的月色是不错呀 这里什么东西啊 到这儿了 啊 在这儿呢 刚才还找呢 这看着好像坏了 你还带呢 我们院给我接了个采访 我想着找个配饰带一带 怪我怪我 我疏忽 一会我就安排韩秘书 给你明天早上送一盒手势 你喜欢带那个就带那个 嗯 至于这个 是什么 嗯 还是先生这头的梦云呢 那是自然了 我沈家国的夫人嘛 整个青城 所有的好东西都是 嗯 先生这梦云最好了 走 走 为父陪娘子去赏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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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碰鱼 你好,徐医生 你在干什么? 徐医生 你看看我记录的内容是否一致 嗯 谢谢林记者 那我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先走了 再见 involvement 对 愿来 对 对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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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所以这个人 坏了是虾草 孟元 你干的 你昨天放倒了专业虾草 你们一声都撞不到大 沈灵辉你够了没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踪我 太太 二爷是担心你 我不稀罕 别来烦我 坐下 刚才那个男人说什么了 少那么开心 关你什么事 你说管不管我 你背着我鸽脱汗子 你用这关我的事 你这个狠心的女孩 我不该 你再走 下面就是段头 好啊 你踢不要是闪一下我就是狗 你知道我最厌烦你什么吗 无论我跟谁见面都是我的自由 我光明正大 就算是沈先生来 也不会去误会一个医生跟记者见面是在偷情 只有你满脑子情爱 我最纠缠的时间 不如去想想怎么把苦分挣到手 当你继承了家业 我或许还会高看你一眼 现在 你只不过是个鱼翼未封的狼崽子 我真的 看不上 看不上我 是个笑 秦某月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真的从来没有爱过 没有 好 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纠缠你 你这个局 对得高了吗 你 李慧 对不起 堂哥 我真是个坏女 你和大哥的血还是什么 我不会共同 命远罢了 我知道 你在沈家是捅了马富国吗 这么多人跟踪你 是沈家国那个秘书 韩素英 需要外头处理掉 现在不行 沈家国很信任 跟他的恩怨刚起 现在杀了他 未免不互生知己 沈家国这样的人 还会有信任的人吗 他这个恶贯满意的绝户 年轻时权利财富都有 老了就害怕自己 没有知心的人 韩素英跟了他实景 他看不上他的容貌 却很满意他的忠诚 他什么时候都说 我说说完他后面的事 沈家国多疑 戒备心很强 我每次治疗的时候 他都让韩素英在场 我找不到机会 找不到机会 那就创作机会 不明白 赖着我 你究竟是什么人 什么 别装了 先生不办 妈咪 这是何意啊 你杀了我的人 还和金布在外都打 你说 我若是告诉先生 你会不会被扫抵出 他秘书 你身为先生的助手 连监夫跟记者都分不清楚吗 别一个不知道 你和二爷在演戏 我会找到证据给先生 你别太不意 他秘书 他秘书 人有时候 我活得迟一点 我以为啊 过两天呢 是你做的成员 你抽空操办去 也买一份的 话和下关系 好的先生 今年就不用搞宴会了 一家人嘛 健康吃个饭 哦对苏妍 你也得多帮帮太太啊 我知道了先生 啊 也不知道 我今天穿得真好 谢谢李慧哥哥 我沈黎慧真是幸运 这辈子能遇到你这么好的女生 我这一生看过很多风景 我今天才发现 原来最美的风景 就在我的眼前 我沈黎慧之前已经瞎了眼 拿糟婆当往 你会想吃什么 吃什么 吃了 吃了 怎么了李慧哥哥 欢迎光临 他来请随便看 李慧哥 坐不坐二眼 他下下去吗 这可以 你来二位请坐 李慧哥哥 你是要买西装吗 对 前两天我的西装被一只猫给抓破 那么凶的猫还是不要养了吧 不养了 不过是个没心肝的畜生 那我买一只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好吗 李慧哥哥 好 好 孟可君温柔又善良 送我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送 李慧哥哥 老板 老板 这里可以定制吗 我想定做一套西装给我丈夫 李慧哥哥 你没套的吧 没事 老板 我想定制一套五十多岁左右 成熟稳重的西装 这边都是你们随便看一看 可君 这边都走到这儿了 我们今天就把定婚宴穿的西装里添了 定婚宴 可君 相信我 我们的定婚宴 一定会是全亲和最深的 谢谢你定婚宴 这位太太 让一让 可君 你看这件都没有 李慧哥哥眼光真好 老板 就要这个款式 给二爷量身定做一个 好嘞 老板 这个是我丈夫的尺寸 麻烦您就按照 这一套帮我定做吧 三日后我来取 可心 李慧哥哥 你还没有两尺寸呢 来看看他就做得新的 李慧哥哥 我有专门买首饰的地方 要不然我们去 我看这个摊上的手就不错嘛 李慧哥哥 这是地堂货 我看这个拆子 很漂亮 很沉溺吗 李慧哥哥 你可能不懂女子的货品 她实在是配不上我的身份 你们女子 什么都爱她的虚 不是的 我曾经养过一只猫 想把全天下去好的东西都给她 后来才发现 她是一个品种低贱的 根本配不上我对她的好 这物品的高低贵贱 全在使用者的身份说了说 你是下家传业千金的那小姐 就算穿的是破洞一扇 大家也只会夸你温柔 美丽 反之易战 难道丑小鸭穿上芭蕾舞鞋 就是白天鹅鹅吗 李慧哥哥说的对 李慧哥哥说的对 老板这些我全要了 好嘞 可真没事 李慧哥哥真好 好 好 就不说 就不会过来好吃饭 笑死 这样才是对的 许蒙 你做得很好 别哭 佩太 佩太怎么了 救命啊 太太 怎么了 你是医生吗 慌云 我跑不然搭带我和尔街 在这儿就没有 傻瓜 我说喜欢玫瑰 你竟然真的跑去找 我的慌云 喜欢就好 李宽 等我完成心愿 我就嫁给你 好 我沈丽辉会等许蒙云一辈子 都看着什么了 他在逛街遇到了夏天街 他们那个平时不见不见 不像那个欣赏人了 好像是有仇 继续说 今天街上遇到花小偷 场面很困难 二爷就要下来去 小心躲过一切 摄了地上 摄了青伤 从头到尾 二人就能握住一般 能力相对 没有交流 当然是测信了韩素音这个小气 可君也来了 你小子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跟柯君可是青梅出卖 他出国留学之后 我就想他想得紧的 李慧哥哥 没想到你这样对我 先生 先生 太急了 上桌吧 哦 准备 我看你小子呀 早就喜欢她可君子吧 李慧哥哥 这位是呀 这是我哥新娶的老婆 我的新嫂子 你刚回国 不是来 原来是沈太太呀 我记得我们前几前逛街的时候见过 不过我看你们没打招呼 我就不 二爷和太太不合 所以 你说瞧我这嘴 胡说什么呢 把密说 先生 酒多双声 别吞杯啊 还是梦雨 就碰过你 怎么 嫂子就给胸长倒了 是我这个做弟弟呢 不配合嫂子倒了酒 我原 给这臭小子倒上 今天晚上 我非把他喝啪讲解 好 UNC før 但是好 我真让他们喝啥 别含了 你不看 不看 他就喝啥 我 你不喝啥 我可以喝啥 我可以吃啥 你不喝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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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喝啥 你喝啥 你不喝啥 可以 小金 小金 你看看这小子 这么猴急 我还以为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呢 立会哥哥 吃饭的时候 就不要牵着手了吧 下小姐 二爷对你可真是痴心一片呢 吃饭 先生 别只顾着吃鱼啊 酸菜也吃点 瞧我 只想着吃鱼都恢复好 还是韩秘书心系啊 吃点蔬菜 啊 我跟可琴订婚 嗯 好 好啊 哈哈哈哈 你只要决定 那就选个日子定下来 夏小姐跟立会狼才女貌 好般配啊 徐医生 你真的认为我们俩很般配 嗯 自然般配 你自己喜欢的 就是最好 是吧先生 先生 那不如这样子 萨萨 你帮我选择黄套吉日 让我把可琴给你定下 好啊 你啊 立会哥哥 你也疼我了 你怎么了立会哥哥 我有事 哎 臭小子 你又怎么 给我回来 这小子怎么了呀 先生别生气 可琴 吃东西啊 是不是我刚刚做错了什么 立会哥哥才生气的 夏小姐不可多想 立会那么喜欢你 怎么会跟你生气呢 可琴 立会这臭小子呢 品气是差 你得多单点啊 你没回答 快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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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爷想知道太太和先生去哪儿了吗 嗯 嗯 先生特意来太太去逛街 女人嘛 就是喜欢歇个金银珠宝的 我想太太那么爱先生 应该很高兴 应该很高兴 嗯 你怎么过来了 上班 啊 我带你嫂嫂来选一些新的头面 我们这儿庙小 娶医生怕是看不上 先生 我们去寺庙吧 寺庙 干什么 你忘了 要给丽菲选一定婚的日子 要给丽菲选一定婚的日子 哦 对对对对 你真的要我订婚 是你说的要订婚吗 婚我们干嘛呀 对 是我说的要订婚 何必问你们 先生 我们走吧 赶紧给丽菲选个订婚的日子 我看他都急得胡言乱语 哈哈哈哈 这小子是挺猴急的 不过可惜了 本来还想着 这个今天好好陪着你嫂子 别说是 我真的都快要急死 行了 猴急到英雄难过美人关呢 行了 我这就带你嫂子去啊 你就等着做你的新郎官 那就多谢了 嗯 走吧 嗯 哈哈哈 我这就甩掉了 没门 哥 怎么了 伤害那些老东西又在搞什么东西 喂 我有些事也先回公司处理一下 让立规送你回去 好的 那你有事你先忙 走吧 早上 看来今天是去不成寺庙了 你现在去寺庙 这更成心 你 和夏可君相比 你果然是个无趣 你知道可君对我撒娇的样子 多可爱 看来 浑身上下只剩下的事了 你说我当初真的是瞎了你 怎么还要被你这种出身低贱的文件 你现在能及时醒悟 我就替你开心了 你要干什么 我现在就要把你杀了 你 史密贵 你现在已经订婚了 请注意你的身份 不要让另外一个女人为你伤心 离婚了 你不会伤心 不伤心 你跟谁在一起 都与我无关 放开 这里没人你怕什么 干嘛 我会带你家里去防身的事 如果能少一点你这样的空气 我也不需要每天带着簪子防身 我不需要 我来保护你 我保护你 我不需要你的保 溜远一点 放开 你真的要死在你个手里才可以罢凶吗 你不爱我个死的六区女 是的 我是怎么回事 都是因为你说你不想再过苦日子 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钱那么重 别看着他 我想跟你坦白我是个有钱人算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就看不到你 我只要你长得要疯了 沈丽欢 我不需要你的爱情 除非你比你个有钱有地位 我这么说 你听懂了吗 许莫言 你的心真是重 不是 我只是比较现实而已 我以为你想通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样领不清 领不清 我几年的感情就换了一句领不清 我希望你懂 你们之间 绝无可能 许莫言 如你所愿我也不会再爱你了 你 早点杀了新加坡 早点离开 就回路上线了 新加坡那个畜生 偏偏是李辉的哥哥 明明是 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会遇上谁 和这些人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就等你配 我需要你今天晚上把韩孙约出 我演了那么久的戏 但助手还是不信 自动用韩孙约在场 好的 现在就去 不行 你不能去 韩孙约见过你 这样 你去找人给韩孙约传口气 就说看见我跟沈黎公 手上有证据 就放我准去 行 知道了 松衣没回来吗 她被记者叫去问话了 应该是要帮咱们商行宣传 我看你了 有紧的 我看你了 有紧的 你秘书回来再治疗 啊 今儿太晚了 要不咱明天 好的先生 哎 如果少治疗一天 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不会有什么影响 咱们日子还多着呢 只不过 今天我想给您治疗您的羊蟹 外肉治症等 现在能治这个 是的先生 您看啊 您的腿现在已经好了 基本也不需要再用药 只需要每天适量运动就好 那就是说要不了多久 我就能完全靠谱 是的先生 过不了多久 您连管账都不需要主啊 啊 我觉得吧 这个治疗还得坚持 一天都能够 嗯 好的先生 嗯 沈家国 是我 1927年夏天 你是否杀了你的好友林忠良 对 为什么杀他 他发现我强奸了他老婆 还拍下了我和外国人的水温交易 所以杀了他 照片在哪儿 我就放在里 先生 是我 我得到一个口信 说有你和二爷给我打的证据 结果派人去等了一晚上的人都没出现 说 是不是你提前把人给杀了 他没说 饭可以乱吃 话都可以乱讲 徐梦云 你得意不了多久呢 他没说 你就好好做先生的结语花不好吗 非要学别人 搞成心机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很爱先生 如果你再做出这种破坏我幸福的时候 我不会发 建议 我一定会把你赶出沈家的 做过一切 喂 你想想做什么 怎么办 就在这里 我来这个 马上在这里 这些所事 韩秘书你去办 你定一下邀请人的名单 在所事办通过信息 好 二爷是有什么不满吗 怎么不太高兴 我高兴得很 韩秘书有时间 路路都关心关心自己 能不能转正 天天出现没问题废话 嫂子 立会只有一个要求 我的婚礼 定是要最深的 你当如此 没面可了 你们谁见过他开心的时候 小女高价神府 是否夏府主上冒清烟 神府真是喜事连连 二爷和沈小姐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二人都是姿子高门 夏小姐也算是喝过洋墨水的 神府一年出两位新人 真是羡慕我等 各位严重了 到时候我沈某人得感谢小女 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女儿 立会也是青城国门 闺女的梦中情人 少年如此一气风发 得此女性我做梦也高兴的 立会哥哥 我的衣服好看吗 好看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多不开心 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吗 这外边的宾客可都等不及 想沾沾你们俩的喜气了啊 先生 太太 何俊 该改口了 对 以后啊 就是一家人 给改口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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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好我 拿着 要给你就拿着 李辉啊 你也长大成人了 这个呢 是滇昌股权的转任合同 今天我就交你了 今天我就交你了 你也长大成人了 你也长大成人了 从现在起 你就是沈氏商行的第二大伙 谢谢哥 记住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沈家国的弟弟 我的东西早晚都是你了 谁也抢走 兄长跟桃嫂鸟 你会此生活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你很漂亮 这么悲伤的眼神 他在看谁 没有 你也咋吃了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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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小姐 怎么心事重重的 是忠于 察觉了什么 何出此言 我看下小姐 是好人家出身的 嘿咱们二爷 是鼎鼎的门帮部队 我可真不忍心 下小姐被骗 什么被骗 许孟云 许孟云 就是个贱人 专门靠勾引男人上位 他已经把二爷 勾得神魂颠倒了 韩秘书 你别胡说 哦 我就知道 没人相信的 算了 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吧 我想去化妆间照顾家糖伞 他怎么了 扭伤了脚 不用去 别管 好 那我不去就是了 你别生气了 我先上卫生间 让我说 就让这出伦理大戏 把这些翻面 太太在这儿吗 你在 历葵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了 我来拿点东西 你刚不是许孟云在这儿吗 可能不是草嫂是我记错了 历葵哥哥生过 出身低贱的人 戴什么都没有 今天 这个项链戴在你的脖子上 就没了贵旗 没了价值 你这算什么 你算什么东西 敢直呼本小姐的闺蜜 我知道对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既然我进了沈家 就没有你心风作浪的份 你脑是被你吃的 不然 啊 何君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不小心走路 看到了唐嫂 非说我是不义的 她还说我是铺开船的女儿 沈夫人 未免太气不人了吧 这夏小姐家晚上三代 那也是皇亲国戚啊 这沈太太最多也就是个教授风险 她狂什么狂 你真打了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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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呢 是我 你呀你 你说说你 我以为你做事很懂事的 怎么才当了几天阔太太 就染上这跋扈的毛病 夏小姐 是你该认错 你口中的老头 是我 是我爱的男人 无论他是年轻 还是年长 我嫁他无怨无怨 夏可绝 我与你并无神教 也并不了解你的为人 但是嫁不住利亏喜 今天我就不把你说的话说给大家听了 你好自为之 她说了什么 是啊 说清楚吧 先生 还是别问了 别因为我一个人 影响夏家和沈家的交情 我也是气不过 就骂了一嘴她家是破开船的 她到底说了什么 才让你偷出光严呢 说 夏小姐说嫁过来就一点部分 怕我生才跟力非争家产 随后又说 您段子绝孙 是圈里都知道的 不举多年求疑问道 还说一束梨花鸭海盘 年纪大不符老 老婆娶回家 也只能看 我实在忍不住 混着 混着我去看 打人或许是我不敢 但是在那样子 活若不敢 我就不是沈家父 先生 我愿自枪以正清白 我孟爷 孟爷 你你干什么 你别吓你不 好好好 是为不错了啊 是为服错怪你了 别闹 你这性子 烈起来还真是 真真是我女儿绝对不会 我太太 敢以死自正清白 你还怎么啊 敢拿自己的性命来证明 没说过那些话吗 我大五行要生命大 哼 先生 又不要和孟爷了好不好 孟爷真的会很伤心的 都是 好不好不哭啊 嗯 你们下家 如我沈家 如我沈家国 这事我不会善罢甘休 婚事就此作废 说够了 这婚事要不要应该先问过我吧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 可就年纪小孩不懂事了 我带着他 想去打个抱歉 不过嘛 我就喜欢我们可真 大交通情 交流到我们的烟 真的非他不去 先生 不去 不去 终究是人老了 心也软了 罢了 算是为兄欠你的 你爱和谁在一块那是你的自由 混 随你 陆云 想你说你不开心 我马上和小小姐就穿回事 我很开心 我 不可以 秦 美 我 不会 原来 封锐 赵 满 真没想到 你手段这么高 手段 我完全是在配合你 你应该感谢我 毕竟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没有那么精彩 不想死了 就赶紧滚 我也没输 我仍然是丽慧哥哥的未婚妻 我还要跟她共度一生呢 好啊 那我就看看你这个未婚妻的身份 能保持到几时呢 你什么意思 我警告你 不准再接近丽慧哥哥 没人跟你讲 因为 他本来就不属于你 也不属于我 许茂云 你要是赶着打丽慧哥哥的主意 我让你死我照顾的之地 我情谊 啊 我剛開始去找唐嫂道歉了 夏海君 我實話跟你說 我一點兒也不信 我剛在兄長面前 你給足了你的臉 保全你夏季的臉 從今天開始 我們的會員作廢 就當我聽失氣了 立輝哥哥 我不敢懷疑你 說我錯了 關於這件事情 我抱歉 以後我們就不要再來 是不是許莫雲那個賤人公益 你才這樣對我的 說法到什麼 立輝哥哥 你說過你愛我的 還緊張在乎我 還說你會娶我的 我怎麼真的要搞這種事情 許莫雲就是個心機深色的女人 說法 閉嘴 夏季 別晃我 是你先挑起這個手 是他不要臉勾引你才被迷了眼 夏季 張嘴就來著 劉飛揚新女性都這麼會造謠對你 我沒造謠 我看見了 這目光一直都停留在許莫雲的表身上 夏季 我已經給所有你臉 你還要怎麼樣 我以為你再給你嘴裡 遇到你陰墨的 都是大壞子 我不出三天 我就要會讓夏季然 和你再親吻唱一次 我不信就是 小陳 弄走 是 走 走 阿歷叔 你終於說得出現了 太大好手段 我自愧不如 借刀殺人這一招呢 是需要聰明人配合 很顯然 夏可君是個蠢褲 你呢 小陳一勇 但是不多 我們走著瞧 誰讓你進我房間的 王源 那個女人我已經打發走了 出去 我錯了 別生我家啊 出去 許莫雲 你能不能對我稍微好一點 像你對我哥那樣 許莫雲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對我這麼殘忍 為什麼 你瘋了嗎 先生還在家裡呢 小李輝 你別發瘋了 我眼淚與天氣 不想得了 好 我不發瘋 我不喜歡你 我只希望你 別不理我好不好 我 我愛你 我不愛你 求你別愛我了 孟雲 你的愛在我院 你就像狗皮高癢 你的愛在我院 你就像狗皮高癢 狗皮高癢 我愛你難道錯了嗎 我希望你不面對現實 你這輩子都沒有可能 許莫雲 你的心是石頭做的 怎麼能那麼冷漠 要謙虛地否定你愛我 我不愛你 對 你許莫雲不愛我 你只愛錢 對 我就是只愛錢 我告訴你 我許莫雲只要在沈家一天 就別想從這兒拿走一分錢 從今天開始 我就會讓你知道 什麼是讓人鼻息 寄人底下 你 只錄了一半 今晚我會全剩下 許莫把你秘書騙出來 不必 我最愛 小凡直接做掉 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 我不喜歡這種 除非她當我不得不死的時候 我會親切 一個秦宋 讓女人真心愛她 還他媽不止一個 大部分女人 最愛情總是有孕之一 不受於刺傷 總知道這個男人是否 何況她沈家國生命 陰性消耗 少生於死死 絕大多數人 都不得不對這樣 好在她做個多的蒼天一面 讓她殘廢 斷子絕生 許堂哥 今晚都是成功了 不應該成 我們一起去參 六個龍蝦 你現在 今天下班晚了點 您呢先生 哼 是下班了嗎 還是背著我去偷人了 你 嗯 先生 這是我哥哥 之前在國外遊學 你剛回來 是個記者 他還不是說 國內沒有親人了 這麼早 你哪來的哥 先生 這 這不可能 你 我國內親人王 會不會在國外遊學 我就沒跟先生說 最近都是不在當了記者 我們工作都是忙 很少記者 剛才做手術 還要不然碰見哥哥 我們就多聊了幾句 沒想到 被韓秘書拍了來誣陷 姐 先生 你就不能安排 先生我錯了 這個家就沒讓人生心 我 我也是擔心太太 真是恰不明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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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別生氣 天色不早了 我先不然前面休息 我給你了 這幾日啊 萬聶輝那個臭小子的事 鬧得心煩 這才是從心裡的劍 讓人收回去 您說先生 我來一聲 讓我 他走 他走 走走 你不要離開我 我 你說我 你會找我離開一輩子了 你說 你說你不走 你說你不走了 我 你說你別走好不好 請見你 不走 我不走 我愛你 別走 小偉走 聽我說 我能照顧你一輩子 我跟那個混蛋 我不理他好不好 神力輝 你給我清醒點 混賬 真是混賬 我目無罪著 看看了嗎 夢中 你給他 別走 讓我淹 complex 神明 你怎麼走 你讓我現在怎麼走過來 什麼 神明 神 這是假面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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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發佛 想得到你一森夢 沈麗慧 真的太緊 先生 已經失貨二月水下了 先生 你不是公平嗎 等到了一兩時間 你給你 你真是優美 你就去好看你 你 你 你故意的 故意引導我派人拍你 然後給先生 潘秘书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个表里不一的恶毒女人 把沈家老的小的全都挽弄在鼓掌 如果不是你存害人的心 我们封得到你 先生答应会给我姨娘的位置 反问我还长 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潘秘书 叶生了 早点回去反思吧 贱人 先生离不开我 你们当知道 那你应该现在上去 他们是学会被赶走 你也不知道 先生对不起 我这身边的人不受掌握 你现在还没有 知道他被赶走 你 沈家老 你和外国人进行水源交易的照片在哪 你为什么要屠杀云城新华村 我才父亲的儿子看到了我强奸战云 老大的心 新华村村长沈红一家是谁杀的 你杀了新华村一共多少人 一百七十 你承认你对新华村全村的屠杀 和记者不情一家的屠杀罪 还有你走撕水烟的叛国罪吗 不知道 为什么 我一直在门口水 该死 都只睡觉 好了 你该睡觉 谁杀过了 你该死了 先生 我怎么又睡着了 嗯 你睡着了 帮我睡觉 你给我走啊 先生 我房间有蟑螂啊 先生 我一离开你太久 就觉得住室不顺 你是我的太阳 是我的恒星 嗯 先生 求您 你不忘了吃了 先生 我先走了 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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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呢 现在地区的东上 昨晚被水淹了 死了好几十名工 先生没了 那先生多时回 你是太太又如何 先生的动向 还得来我这打 到底什么时候回 不知道的 死了好多人 我也要处于好阵子 你灯给我做什么呀 先生不在你服装了是吧 太太 教你你几回 去让你带两个钱 你以前的酒会 都是我和先生参加的 别别别 你是行商商店的 这不是唐嫂吗 怎么连跟弟媳说话都不敢了 下个字 我对你别有了 许孟琳 先生不在 你以为你还是高高在上的沈泰吧 没了沈先生 你不过是个低贱的窗户 就算我杀了你 也没人知道 我好害怕呀 怕什么 这才刚刚开始吧 我怎么知道 我猜到你今晚会在这 别在这等你 我对外说 可是我哥哥 明白 昨天计划失败了 韩苏银角区 沈家过连夜去的清晨 与其未见 那你让这个畜生再多活几天 证据我已经到手 我除掉韩苏银 马上交给你 对了 沈归今天也了 你 小心 我自有分心 你还是先走 那个人是个粗王 看到我们俩在这 又要无端起断就真 你好 你好 我是梦林的哥 亲哥哥吗 亲哥哥 你个姓许 你个姓名 你当真是亲兄妹 梦林随父亲 我随名亲 这看不出来 我的唐嫂 到这一表 你才是哥哥 我小雨时 你走 你来啦 你来 这这么多人 这些还会我们为分心 难免有点难看 你给我装一装 我没时间陪你演戏 我没时间陪你演戏 滚 二爷来了 咱们的计划 还是要推迟 说信 今晚是机会 我想到要拖住他 知道 行 但是 你真的能拖住二爷 我就不信 立会哥哥 也都不在乎的感受 行 你自己把握 这次 许梦云 必须死 下个军 我再警告一次 不用再救 因为自己藏得多 许梦云 先生在楼上会听听 正着你 真的吗 那我会得好好跟先生说 那告诉我 许梦云 韩秘书 这件事的表情 是要问你 你说呢 韩秘书 你真的要杀了我 你今天 必死无疑 你们知道 我手上这个是什么吗 我管你是什么 你死了 沈家太太的位置 就是我的了 这个呢 是剧 剧量小 但是威力很大 等会儿呢 我只需要这么轻轻一扔 靠他最近 呼出一个呼吸 马上就能发现 那熟悉的东西 他说什么就信 抓住他 怎么可能 你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韩秘书 我可是医生 什么样的药 配不出来 我不信你敢杀我 先生 先生第一个怀疑到你头上 听起来 好像很有道理 啊对了 帮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沈家国 你会死 你你就想伤害先生 来人呢 来人 来 莫言莫言 不 莫言 别笑了 这就是我 阿姨还没说的事 你怎么出来了 哪这位狗 这还是先生问问的 帮我你个声明出来 就说韩苏英嫉妒骗骗 谁都行凶 政治的徒收摔下楼 死 孩子走 好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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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回来 那你还是走进 免得被人看得不好 让我走 我走 然后就一起玩 你看我干什么 你脸上怎么脏脏的 我帮你擦 李贵 怎么了 对不起 你才说了那么多伤害你的话 嗯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我们家梦云 只说过爱我 怎么了 怎么哭了 是伤口痛吗 对 伤口太疼了 那你咬我 把你的痛转到我的身上 你还真是个傻子 你还真是个傻子 不要 你呢 那是偷人之地 你一抱著我 結果他下來了 還讓我失望啊 不是這樣的 不要哭 不要哭 爹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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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老爺 你回走了嗎 半個小時前 剛趕去馬途 沒有一天回不來 沈先生 我是夏可君 徐孟宇暗中勾引力匯哥哥已久 酒會當天 徐孟宇暗殺韓律時候故意受傷 力匯哥哥不顧輪場抱著他就醫 你們不在這幾天 二人已經滾到了床上 嗯 嗯 青春回來了 在書房等你 我這兒就在 好 先生 你回來了 你早就我們一會兒 在一起了 沒有 安蘇英是對 所以你才傻 想知道為什麼 好 我就是被你屠殺了新華村村 村長的女兒 記住 長命 你知道我為了殺你 苦練了多久 你的報紙 你放棄了時候 你也不知道 這瓶你裝的是什麼 我隨便配他 主要作用 就是讓你痛苦 全身像被火燒一樣 就像你 當年你用火燒做的那樣 他們的長教授 陪伴了我二十幾年 你也乾淨淨了 你說 趕緊殺你比較好嗎 千刀萬寡 還是像你殺我父母那樣 你等我斷 慢慢在這體驗吧 沒有什麼暴體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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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可以 我真的可以嗎 好 不 不 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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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观看 哥哥 我们都说变了没有 神座不行 神仙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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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哥哥哥 你醒了 谁让你进来的 我是你外婚妻 为什么不能进来 是你声明 不愿作废 你需要为了那种蛇仙心肠的女人 这样对我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我们是江总是 你 滚出去 你不爱我 当初对我温柔几天 我知道都是许某云供应你的 你还不清醒吗 林葵哥哥 你们之间有血海深仇 他怎么可能真的爱你 都是为了复仇 闭嘴 承认吧 你们没结果的 你不杀了他 怎么对得起 带你无亲自的沈先生呢 你还不愿意承认吗 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 徐洛伟林在残杀了沈先生之后 他和他的情夫一起逃跑了 你说什么 我已经查了他们的下落了 你现在怎么 他们本来要做船出国 我的人在马头先逮到他们 现在弃船而逃 又逃回了城里 下课 你是一直在进不许某 当然 说起来你还得感谢我呢 是 什么事 人类一定能动力 他要人那么多 你又不会和他呢 冯远 大叔就报了 我突然得不知道咱们身份 等晚上黑晨到 我们就走 到时候再去思考 从不过人生 我上去沈家的车 你快跑 与唐总 我不会抛下你 你 对不起 如果当时给沈总长 受到我们的一家也不快 就让我回去给沈总 洗澡 我最必不知钱 与唐总 我们相依为命实景 到头来 要跟我说这个吗 我去你看看 你不要 我看着你竟然是走不掉 罗云克教授 我拖着他们 好啊 赶跳一个试试看 与唐哥 我不会跑下你 站得这么近 唐哥 就没有别的网信对我说 欧阳 你看他的是吧 看我 我不想看你听 你一看你 就想起沈家伙那个畜生 我不想看 小陈 你一看我呢 你一看我呢 好 小鱼 你 你什么都不关心 就只关心绿堂是吧 放开放开 你怎么样这种老病病的眼神看着 难道你之前对我的喜欢揉的都是假的吗 没错 我只是看了 你把一场游戏版了 我再给你四季 走我先说 你小姐我怕我走我说 你还以为你今天能跑掉 在人类 好 我爸跟我走是在 我疯了我疯了 对啊 你不是一直就知道疯 别闹了 我的内心是有限的 谁呢 难道不是你先把我们绑了吗 这一堂一个才能做出 真的 我有同意想办 那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之前不能说两个年了 我同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今天说你爱你 不是骗我的声音 我没有 认识你的时候 我跟你说 是在你发现我跟我哥的关系 才把我冤极 对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说 你什么意思 那整件事情我也是无辜的 不论是对宣长我们的认识 是对你亲信和劳务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妈 你先开始好了 我可以挖进你这兄弟做的一切 你大发慈悲的原谅我杀了你兄长的事 然后在我身上得到你想要的爱情 是这个意思吗 有一条一个才能做出 真的 我有从力下来 那你知道我做什么 我之前不能说两个年了 我同你有什么好说感吗 我今天说你爱你 不是骗我的声音 我没有 认识你的时候 我跟你说 是在你发现我跟我哥的关系 才把我冤极 对 不是 你是知道的 我也是说 你什么意思 那整件事情我也是无辜的 无论是对宣长不无辜的认识 是对你亲信和劳务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妈 你先开始好了 我可以挖进你这兄弟做的一切 你大发慈悲的原谅我杀了你兄长的事 然后在我身上得到你想要的爱情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阿密文章的 合作之友 需要你大巴子巴的原谅 孟元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太紧张了 我闭嘴 我竟然会爱过你这样 重新开始 你不如做梦 徐孟元 你别给你点表情 你已经很真实了 你也很真实了 说笑的 进来找你们仇人师二心 你不就拿发 孟元 娘死的好惨啊 真家我的狗屁的也太狠毒了 孟元 孟元 哎 爹 娘 不要丢下孟云 孟云 爹 娘 医生 他怎么还这么热 什么时候退少 知道 就他刚挂上去 还没干吗快 爹 娘 我没有了 等经历过去 孟云 喝一口饭 出去 你没做错 是我错了 是我说错话 孟云 别生气 好 孟云 我别耽误了 孟云 你傻子 从那么高的楼往下跳 你走不上哥哥怎么办 啊 傻姑娘 有什么想起来的 如今我们大城都抱她 而在她说的话呢 绿塔 绿婚 大哥 生好吗 嗯 嗯 这几天我可以活的时候 给她喊 啊 其实 这样子 那天晚上 鱼湯哥保重 孟云 你怎么了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都是我的错误 你别不理我 怎么样都好 孟云 你说话呀 你别什么都不说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 司令官 你帮我走好 我们之间隔着血还是车 你能跑 我不能 我不 我不会放手的 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孟云 我们一定会有好结果 孟云 孟云 别哭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们对 别哭好不好 司令官 我面对不了 在你身边 我只会有痛苦 不会的 孟云 你听我说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你不懂 你干什么就不懂 老陈 都不在 在 以后谁都不许在许孟云面前 提起我胸膛的 放着背影 这种场性的事情是最轻松的 除了他的牌位 再有关他的东西 受许 那我可以 嗯 我想和语堂多语开 不可以 不可以 你在执着什么 实际上你只牵牵了 你会遇到更好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一些恩怨情仇 从新开始 好好地过日子呢 我做不到 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呢 你哥哥就不懂 孟云 你怎么了 眼色看起来这么差 我想一个人的 梦 你这是这是什么 我找大家给你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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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撑破 臭婊子 你来了 你笑什么 我最讨厌看到你笑 我来都来了 你还太好笑 笑 到底想干什么 撑闭人 我让我安走 不介意吧 前两天这腰受伤了 还没搞全都 没事 你坐吧 反正待会儿 你还得逃着出去 你笑什么 我相信我家鱼生保佛了 我高兴 会 敢杀我 这都不太意思了 你做了你 我好怕呀 加布林 你是想用鱼藏工来换我的命吗 没错 你们不是亲如兄妹吗 你敢用你宝贵生命换他吗 那你还等什么呢 换吧 你敢耍花招 他的脑袋马上就要开花了 我想 你应该不想看到这样美丽的画面吧 当然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我只是一个守无不羁之力的作者 我把他手 我绑起来 许伯云 我杀了你 我杀 你果然不简单 简不简单 你是不是 要不你也 要不放我走 自己选 你来干 克罪 丽葵哥哥 你是来找我的吗 克罪 许茂云 你算什么东西 干好丽葵哥哥 夏可君 你做这些之前 不会你们下家考虑一下 只要许茂云你死 你就是我的 莫远 丽葵哥哥 丽葵哥哥 你还能 让钱能留得慢一点 你没事吗 你没事也好 你真是个帅瓜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傻的男人 你冲过来干什么 我就是傻 那你还要不要 我要 你这个帅瓜 你说好 你不许骗我 不要再丢下我 嗯 啊 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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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婚婚 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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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 别乱了 你现在还有伤呢 不过你 我最近有梦到你爸爸了 没有 我看你之前叶叶做的梦 总是没梦中惊醒 我就去找大师算了一个 把你爸爸的柳杯 梦放在了肚子上 看到我做对了 越开了有嘴发舌了 我看 你老实说 是不是对其他女人也这样 当成了一个人 只有两种女人 哪两种 一种是你选择人 一种是其他女人 你小子 我竟不知二爷是个多情的丑子 不想我不能想 梦云 你都要变坏了 真的没事了 自然忍心 背后的伤要是扯掉了 就不能好了 然后医生就一天打了 配合的这个人 你说的医生 是你 谢谢 知道就好 谢谢 梦云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嫂嫂给我 就让你交给我回来的字 谢谢嫂嫂 梦云 你小的时候跟林玉堂相遇的另一段样子 我没有猜 看到人在一起我真的很知道 但是我也很怪我自己 为什么会搞点什么 让我们把关 找我 非也 要是我们早点遇见 书店不会相爱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只要我们小月 我会眼睛 好婚的那个时候啊 是呀 这个时候我们都挺能听的 你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的街头上尾 有个冷太丁半花 哦 想起来了 紫色的那树 嗯 好婚的那个时候啊 是啊 这个时候 我们都很好看的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说我最嫌 你也是 来 一回孟云 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一 二 三 鞋子